我真的没有想好 要不要做她的女朋友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俺们轻易地就这么答应她 我知道了 你这想看看呀 会不会有比她更好的 白马王子出现 不是没有可能 既然 你这么好高物源是不行的 好了好了 林老师不要跟我上课了 我只是开玩笑 我总觉得 如果真的当她的女朋友的话 我一定要好好考虑考虑 不能太仓促 那个金哲是不是很快 就可以当老总了 我们现在的老总啊 我觉得他是一个好的当家人 他可以再干几年 绝对没有问题的 金哲呢 他应该在业务上再努力 不过现在有两宗业务 如果他做好的话 对他很有好处的 砸了 两笔生意都砸了 可这两笔业务 在总部是挂了号的 现在弄砸了 你说我跟总部怎么交代 你今年的业绩已经很不错了 再说来日方长了 我该好好想想 该怎么给总部写报告了 余总 这是澳大利亚总部发来的传真 是对金总报告的回复 里面还有原件 你放这吧 我一会儿看 好 这金哲的报告写得是真精彩啊 嗯 余总 这报告我能看看吗 你看你看 你看 这个东西 也许你正应该看看 好 虽然这两笔业务的功败垂成 总经理余远要负主要责任 但作为负责联络事宜的我 亦难辞其咎 金哲怎么会这么说呢 谢谢啊 既然 嗯 我对公司的管理有些想法 等想好以后就上报总部 什么想法 整合一些大的代理项目 形成一个专门的部门 然后根据这些代理项目 如梅河集团的产品销售特点 成立一个分销网 原权公司的其他主要业务 都可以依托这个网络 我 既然 在想什么 我在想 如果你这个部门成立起来 谁会是掌门人 这个计划是我提出的 我有通盘的考虑 这个掌门人当然是我 看来你的胃口真是不小 你不觉得你这样功高盖主 把余总架空了吗 你也明白余总老了 早该让贤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让他看清形势 早点交权 好让我们这些年富力强的人 大显身手啊 靳哲 余总他不老 而且 他是一个很好的当家人 你这样做对他不公平 靳部的法则是以新代旧 我们俩协计手来做事 一定会比余总强上许多呀 我真的不喜欢 你用这样的方式 齐然 我知道 你对余总的印象很好 但是你的目光 应该放远一些 我已经看到的 你写给总部的报告 和总部的批复 我不知道 那上面指出了我的 什么缺点吗 你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给了余总 其实靳哲你应该清楚 这件事情 是你全权运作的 关于这个问题 我在写报告之前 请示过余总 他答应负全责 所以 你就顺水推舟 你这样做 你不觉得你太自私了吗 我们有时候做事啊 采取些手段是必然的 我必须要考虑 我在总部的形象 你这些想法 我真的不敢认同 好了 你看 这两个话题 都是纯工作范围内的 我觉得它不应该 掺和到我们的生活中 尤其不应该 影响我们本来 十分美好的氛围 来 可是我希望你以后做事 还是要坦荡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好了 这个话题上 我不想再谈下去了 你太专横了 不专横的男人 是没有出息的 你这什么意思啊 面对专横 我反胃 齐然 你没有必要这样吗 齐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早啊 什么早啊 你看 现在都中午了 是吗 我说我肚子有点饿了 还没吃中饭呢 有你在我就不饿了 嗅瑟可餐哪 你们俩好浪漫呀 你来干嘛 我来为专粹道歉 专粹和道歉并不兼容吧 我这回是理屈自求嘛 我刚才被揭开了一层难看的窗疤 恼羞成怒 但我已经知道我错了 既然原谅我吧 人非圣贤 熟能无故 谢谢你的宽宽大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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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